让大家久等了 这一周的长岛看七哥是放在了周六下午 然后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节目跟分享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直播标题 长岛哥特地加上说近期新闻爆料 说明可能今天的节目是很有看头的 那我们就不多说 我们直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我们准备的一些新闻 然后包括刑事庭案件上面的一些分享 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墙内的一些消息 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说在这个四月中下旬的时候 这个国内尤其是这个广东省发生了很多的这个洪灾 然后可以说这个洪灾的时间呢是提前了 然后这个中共官媒一直说这是百年一遇的洪灾啊等等 包括山里面的这个泥石流村子的这个淹没的这个程度到 甚至是到了这个平房的这个二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在这个微博下面呢就是有一个网友他就评论说总是说百年一遇 但是在中国呢百年一遇年年遇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国内的这个自然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是非常的多那下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洪水退潮了以后 这个当地的网友发在这个微博上的这样的一些视频 那官方给他的这个说法是说这个墙降雨导致四个人丧生 10个人失踪啊经济损失要1.4亿人民币 但是大家可以从这个刚刚的这个视频当中看到四个人丧生 10个人失踪是一个准确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准确非常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好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 那这个下一个话题呢我可以说是我根本没有读懂这个新闻啊 所以所以来看这个战友们的这个智慧 他说这个中国工行的这个青海分行呢成立了首个人民武装部 然后呢这个新闻上写说这个也是中国金融机构首个基层的这个武装部 那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啊 因为银行是银行那这个军队是军队 那为什么现在银行都开始会有武装部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武装部又武装什么 他又需要去保卫什么 那这个呢我们问问导哥怎么看这条新闻 这里边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学问在里边啊 就像你刚才提出的疑问 就一般的人可能都不理解 为什么你银行要开个武装部 那你保卫什么呀 保卫钱吗 过去这么多年银行没有武装部 难道钱都会抢了吗 不是的 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现在中共国内的一些形式 跟这个中共的新的一些政策策略 比如说这个过去你看习我们在多次看到他提到风调经验 就很多这个你企业或者说地区或者说这个当地政府的很多问题都是要当地自己去解决 是吧 那这里边你比如说银行他会碰到什么 银行你去取钱了以后发现你钱没了 你要不要找银行的麻烦 要不要去去控诉 要不要去这个要说法 那这个武装部就可以起作用了 是吧 这是一个方面 这叫维稳 所以维稳 那么第二个实际上 这也是印了现在中共有一个这个推进的政策 叫这个军民一体化 就是你看那个 我看这个报道里面有当时说的 就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平时服务 这个及时应急 暂时应战 这是银行啊 那也就是说你真的暂时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这些人全部拉出去 去打仗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是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叫军民一体化 也是过去其实国内 我们过去爆料革命这个 郭先过去长了几年经常提到这么一个词 那现在我们给大家 今天咱们整个节目当中 带来的第一个这个体制内的这么一个情报 就是关于中共现在推行的这个军民一体化的 准确的来说就是 为了加快全社会的 军民一体化的应急应战管理体系建设 那征求意见稿 就现在整个征求意见稿已经下发 通过了以后全这个全国实施 那实际上也就是军民一体化 你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那也就是你让包括银行 包括企事业单位 更别说国企了 甚至稍微大一点的私营企业你都得要组建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部门 也就是到时候你真的发生战争对外战争或者是内部的这个动乱的时候 那这些组织这些国这个企业或者这些部门事业单位都得要把这些这个队伍要拉出来 拉出来对付谁呀一个是对付老百姓第二个就是对付外敌了 所以在这里边我跟大家讲一下这几个方面这个这个原因他们为什么要去 最重要的就是军民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全国开始推进的这么一个策略 那导哥会不会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战争的一个集体铺开的一个基层的一个体现的一个模式 因为连银行然后连您刚刚说可能国企或者是甚至是小型的私营企业他都会要组建这个样子的话 那其实是中共在向内释放一种战争的信号 对没错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的他以他们以这个习或者说整个中共现在已经预料的或者预感的或者说不可避免的 就这种战争的全国的应战的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或者说不可避免 这个上来还没五分钟我鸡鸡鸡鸽已经有一点有点在打哆嗦了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上周还有一个是一个大的一个焦点就是布林肯访华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布林肯呢是定于在4月24号到26号这个期间做这个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访问 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是就像耶伦一样布林肯他这次访华他没有直接抵达北京 耶伦当时是抵达的广州那布林肯呢是抵达上海 那在一开始的他的这个访问呢还这个去这个预言啊吃小笼包啊 到这个上海纽约大学去做参观啊这个这种一派这个祥和的这种景象吧 但是呢他在上海就已经发了一个视频 他说他这次到中国来访问有一些这个要题 他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陈述的 其中他提到了一些芬太尼包括中共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 包括中共对美国大选的这个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啊等等的这个问题 那然后呢他就到了这个北京 然后跟这个西死黄啊进行了一个见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跟这个西死黄见面的这个视频 当中有一些肢体语言是很有趣的 那第一个这个布林肯他见这个王毅的时候呢 这个两个人握手的时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长的 但是呢跟习近平握手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握了一下手 习就把这个手给甩开了啊 然后然后大家可以啊再去看当时这个习对布林肯的一个神态 是这个几乎来讲是不怎么这个有这个微笑的 然后而且这个神态很高傲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来回的夺步 然后这个握手的这个时间啊 一下松开了也没有拥抱 然后两个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距离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到这个习近平开始去做这个讲话的时候呢 就颇有一种这个校长在给小学生说话的这个风范 这种傲慢跟姿态就就出来了 那这个很有意思是为什么要说呢 当时在习近平跟这个布林肯见面的时候 有两件事情是有发生 第一件事情是在布林肯还没有抵达的时候 俄罗斯的这个海军司令 他就访问了这个中共国 然后跟中共呢签订了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海上合作备忘录 然后中共对这个官媒对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海上合作备忘录呢 大肆的进行宣传 那第二个呢 是在这个访问将近结束的时候 然后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华社 也包括外交记者会就证实了这个消息 就是哈马斯跟这个伊斯兰的这个 跟这个他的这个对手法塔赫当时也在中国 也就是在4月26号的当天 当这个布林肯跟习还在说话的时候 哈马斯也在北京 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布林肯一直在说这个中共对俄罗斯不要军事支持 但是他来之前已经又中共又签了一个备忘录 然后就在他说话的此时此刻哈马斯也在这个 也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北京 那导哥这个感觉暗流涌动啊 感觉这个三天里面暗流涌动 包括他抵达的地点 包括他的行程安排 包括同期中共在建的其他的邪恶轴行国的人 和这个签署的这些协议 那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布林肯的访华 是他在上任之后的第二次 也就是去年六月是布林肯第一次访华 那这是布林肯第二次去访问中国 对实际上你刚才描述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次的会见的话 中共实际上对美方这一块的待遇 既这个叶伦过后 实际上大家看到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不是那种很祥和很热闹关系很好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布林肯去之前 刚刚美国签署了这个援助法案 这个对乌克兰 对这个以色列 还有包括对台湾 所以我相信这个习肯定不会高兴 是吧 另外一个当然在中东这一块很多的事情 包括你刚才讲这个哈马斯法塔 他都在这个都在中国 所以我们说北京很热闹最近 俄罗斯也去 然后这个布林肯也去 哈马斯跟这个法塔都去 实际上我们之前已经收到了这个情报 就是哈马斯和法塔会去 当然我们就是在关注他们到底要谈什么 要讲什么 因为去我相信这个新闻它是挡不住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跟大家讲 就是第一个 首先布林肯去访 大家看到了这个形势就知道 肯定没谈成 或者很多的这个方面也谈不拢 那我看到有很多的战友在说 这就是最后的这个通牒了 接下来又告诉你了 这个最后一次努力 你如果是还不合作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是打了 就像布林肯访问完了以后 回去那一句话是吧 英文是怎么说的 他说如果中国不作为的话 美国一定会作为 对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形式 当然这个里面不是说一出好救的 就是我们很多要有耐心 就是美国参与或者说联合西方民主国家 真正对中共开始彻底的这个脱钩 或者说这个联盟开始这个消灭灭工的话 还没那么快 所以大家有这个要有耐心 你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上次小飞翔有讲到就是 美国现在计划要对中国征收关税 大家可能看到了有很震惊 但实际上可以跟告诉大家 跟大家讲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也有情报 实际上它征税的范围是很小的 只涉及到整个这个中美之间的5%的产品 而且很多的这个征税并不是马上征收 而且可能是未来是一两年以后才会征收 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真正的实际效果并没那么大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个绥靖政策还在继续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是 啪一刀砍下来马上就灭共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有耐心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中美这个情况 看他们会见的场面 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就中美方现在更加的意识到共产党在背后 你比如说他参与了俄乌战争 支持俄罗斯 这我们在几年前两年前就知道了 对 不过这个2022年我们参与 这个乌克兰救援那时候 咱们郭先生已经爆料了 所以说今天这个美方布林肯 在直接在这个记者会上面说 所以说咱们看所有的这些热点新闻 几乎没有一个新闻一个热点 背后没有新同联邦的影子 没有爆料革命的这个身影在后面 所以大家就持续去看 那么在这边我们再讲 这个法塔赫跟哈马斯 我如果问小飞项 我说中共把他们俩召集到北京 是想让两方合作和谈 然后造成中东的和平 你相信吗 怎么可能 对 怎么也不可能 对吧 因为中共希望中东乱 对 而不是希望他去和平 第二个现在哈马斯在加沙的处境是怎么样的 几乎快要把以色列给消灭光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说把他把哈马斯和法塔赫聚在一起和谈和解 你想干什么 你是保护哈马斯吗 对不对 你实际上你在保护哈马斯吗 并不是说你在想想想要这个和平 而且这两个之前在俄罗斯也谈过这个过去几十年都是在这种内斗当中 他怎么可能你北京出面就可以谈判了 而且你根本也不可能是出于这个目的去的 而是说你为了保护哈马斯 为了让这个哈马斯持续在中东造成这个动乱 造成这个中东的混乱 让中共在这个混乱当中能得力 但我们知道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讲他为什么在中东 这个希望持续的混乱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利益 比如说我们过去说的 他在中东这个希望通过中东的run 然后让钱可以去这个北京去中共 然后还有一些资源 当然是另外一个还跟大家讲 比如说现在大家知道南海的乐点 美日飞联合演习 然后又签署联盟 那现在中共想要利用这个中东的run 然后美国有求于中共 所以他想利用这一点 然后让美方在或者美日飞 在南海问题上浪步 这也记着大家记住这也是一个情报之一啊 就是中国希望这个中东的run 然后美国有求于中共协调调解中东的这个混乱 然后在美日飞在南海问题上浪步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中共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希望中东和平 停战 然后大家一起友好相处 不可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后面还会有这个 还会有讲这个中东的这些问题 对 就先跟大家这个分享这些 另外一个我再补充一下 我们之前还记得上一期我们讲到这个中阿的峰会 你像这个哈马斯法达后在南 实际上中共还没爆出来 还没有这个宣布 实际上中阿的或者阿中的这个峰会 部长级会议 马上就要在北京要召开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还没有公开 这个部长级会议还马上要召开 然后这里边的有一部分中东的总统都会到现场去参与 大家知道 因为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今年 它是这个中阿的这个合作论坛的20周年 一般来说他们都会去召开这个部长级会议 部长级会议是第10届 然后中阿这个合作论坛是第20周年 但是中方还没有公布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想 又是哈马斯法达后又是这个中阿论这个部长级会议 把整个中东这一块几乎都是绞进来 然后又到这个北京去 他们想干什么 我相信不是为了和平去 另外还有一个给大家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上一期讲过的 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交战 就之前不是伊朗几百枚这个导弹又是无人机袭击了这个以色列 然后绝大部分都被拦截了 然后以色列又反击了这个伊朗 这个事情实际上在整个中东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可以这么说就是伊朗在中跟这个以色列这一次这个互相攻击当中的挫败 这一次的挫败因为觉得他们都被直接拦截掉了 就这一个伊朗的这个挫败 整个动摇了中东对中共提出的向东看的动摇 因为中共在中东一直宣传的就是大家要向东看 要看中国不要看美国了 就整个中东动摇了中东对中共的向东看的动摇 然后同时也是整个这个影响了这个中东对CCP的依赖 以降就是降低了 因为大家看到实际上你的能力 你的这个武器水平 你的防御能力各方面你是不行的 还有包括你的攻击能力 因为攻击能力就是你发了这么多导弹无人机 你根本到不了被人拦截了 是吧 然后你的防御能力 人家以色列反击伊朗人士 你根本拦不住 这个就是动摇了它整个中东的 所以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中共会在中东花很多的心思 要把这个整个影响力要恢复 这个你明白 大概能明白是吧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但导哥您刚刚说这就很有趣 您一方面说这个中东这个共产党有很多这个利益 然后希望呢美国可以到时候跪下来去求共产党 对吧 因为中东的这种乱世 然后让这个美国欧洲在南海的这个事情上面做让步 另一方面呢 这个在所有的这个中东的这些小弟都对都因为伊朗跟以色列交战的这个问题 对中共的这种依赖性也好 或者是仰望的这个看齐的这个信心也好都受到了很大的这种挫败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或者接下来的这个势头对习近平来说并不简单啊 那这个会对他五月份的出访计划有影响吗 因为您很早的时候您说这个有关于这个因为我们第一个知道说普京他五月份会访华 而且他是亲口承认他在这个总统选举之后他亲口承认说他五月份要访华 那原来呢我们就是从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知道说五月份习近平要访南美要访欧洲 然后他的议题就是要攻台 然后要这个这个经济的这个全球经济的这个问题 那目前中东给了他其实是一个难题 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解决的事情 这个对他五月份的访问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目前来说他没有改变这个五月份访欧的这个计划 而且呢我们现在了解到更详细的这个情报 是他大概在五月六号到十一号将会首先访问三个国家 第一个是法国第二个是塞尔维亚第三个是匈牙利 当然这个顺序有可能会有变化 但目前我们掌握的就是这个准确的日期和准确的这三个国家 那么要讲呢这个你像访问法国目前已经是公布了 对 然后据说这个目前空客正在跟中共谈这个飞机大难 这个大家也能看到了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大家看不到的这个情报 第一个就是他在这个他在这个目前正在 就中共啊中共内部正在起草或者设计 如何放大习访欧的这个这个影响力 成果和重大影响力 目前这个是他们正在设计的 我相信未来等访问完或者是正在访问完 他们也会一系列的这个宣传会出来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他会跟习会跟马克龙就是法国总统 到时候会发一个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是有关于俄乌战争的 但目前来说我们还不清楚他们具体的这个内容 所以大家就持续关注这这几点吧 这两点我们是在媒体上你是看不到的 对那整个出访的这个计划 大家我在里面还可以 一个是塞尔维亚一个匈牙利 对 这两个国家有什么特别性 你 你 军事上对中共对他们的支持吗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两个都是非常亲共 所以为什么他选择了去访问这两个国家 那么当然这两个国家也 我跟大家讲这个匈牙利 特别强调这个匈牙利 因为为什么你还记得我们去年前天 是我们去年前天接待了一个从匈牙利过来的战友 匈牙利这个国家夸张到什么程度 中共在匈牙利的司法就可以直接干预 差一点把我们一个匈牙利战友的父亲给遣返了 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对 就可以做到这个 这匈牙利可是欧盟成员之一 就夸张到这个程度 所以大家知道他去访问这个国家 为什么会访问这些国家 因为亲共 那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再来带一个爆料 就是匈牙利的这个总理 叫欧尔班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总理实际上非常亲共 他在中国的上海有很多的资产 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他女儿直接到了上海 是打理这个 他的在上海的这个资产 那现在目前像他的女儿在匈牙利 那是很有影响力的 这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包括他的女婿也是最富有的人之一 跟中共的这个关联 中共的这个给他财富这个非常多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整个这个欧盟会对这个 会对中国的一些企业 尤其是一个中资港资的很多的听说有十几个企业要进行制裁 那匈牙利马上就跟中共发信息问了 说在这个需要不需要我出面帮忙阻止这个制裁 你就知道匈牙利在整个欧盟里面 他第一有多亲共 第二个就是他整个阻碍着这个整个灭共的这个形式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这个未来我们还会有有关像匈牙利 像匈牙利总理这个一些情报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不是说针对他够了而是或者说我们不参与的匈牙利的这个内政 但是你只要不利于灭共或者阻碍灭共呢 我们都会去揭露这些事实 所以大家要关注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习区匈牙利访问 这个就我们了解乌克兰总统叫泽连斯基 希望能跟他在匈牙利见面 对目前提出来了 但是习现在还没有回复没有答复 那如果说习不同意的话 那么有可能就是中国的这个 中国乌克兰俄乌的这个特使叫李辉 到时候会跟这个乌克兰的大使会见面 对乌克兰驻华大使会见面 目前我们得到这一方面的这个情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未来我们可以看会不会泽连斯基跟他在这个 匈牙利会见面 对当然他见面也是希望啊 当然是提出希望习能在俄乌这一块去协调 对但是习有可能不会见面 因为咱们知道习是站在俄罗斯背后的 他怎么可能为其协调嘛 对吧 对好就关于这个出访这一块 我们给大家去那个分享这些 至于说未来的还有出访其他的一些国家 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去更新嘛 对 哇导哥刚刚这段信息量很大 这个简单的再跟大家复述一下 就是5月6号到5月11号确定了三个出访的国家 是法国塞尔维亚跟匈牙利 其中塞尔维亚包括匈牙利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亲共的这个国家 那习和马克龙呢是已经准备好要发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联合声明 包括中共内部在这个起草怎么样让西死黄的这个出访的这个成果跟影响力变得更大 然后这个匈牙利这个是我这个是完全我觉得这个让我感觉就是很身上很热的这种反应啊 因为他说这个匈牙利的这个总理亲共并且在上海有资产 而且是女儿在COVID期间到访上海去处理他在这个匈牙利的总统在上海的这个资产 也怪不得就是在欧盟要对这个中资港资的企业进行制裁的时候 匈牙利主动出面去阻碍这个制裁 所以岛哥这个可想而知 这种勾兑也好或者这种渗透的这种深度也好是非常深的 深到匈牙利非常害怕到他自己需要主动去出面做这样的一个举措 对非常对 你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你刚才提的很好 就是你看现在他这个因为伊朗在中东的挫败 那这个中共在中东的这个影响力可能会动摇啊 那习肯定不能让这个影响力动摇 所以习现在又有了一个什么计划 又有什么什么这个这个措施呢 习现在要要求军委要求中共的军委 加快落实向这些友好国家出口军事设备 就是把一个更新的一些设备更好的设备给赶紧出口出去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像中东的一些国家 像这个涉及到很多的比如说枪炮这些器械炸弹无人机和导弹 就是涉及的范围非常广 然后涉及的国家有可能就目前第一批涉及的国家 所以第一批目前我们知道像野门大家知道这个胡塞武装是吧 对 就是这些新的一批军事物质会很快就会出口出去 那这里面大家熟知的像红旗的红旗导弹 箭10到箭10100的这个红旗导弹 还有这个飞弩的飞弩的这个FN6跟FN16 这是什么呢 这是便携式的这个防空导弹 对这种它是不同的功能的 还有个运山这个运输机 它属于叫叫运山的运输机 还有一个就是飞鸿901的无能机 这些都是你看不管是哈马斯还是这个俄罗斯乌克兰 这个都是需要用的 还有包括你像胡塞武装 他们都都都现在都在用这个无能机 所以说习现在就是加快加大力度 出口更多的这些武器 一个是挣钱挣外汇 第二个是可以让更多的他的这些盟友当中 拥有更多的武器攻击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觉得习会想让中共和平吗 根本不可能的是吧 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战友们其实都很熟知 从过去的郭先生的这些爆料啊等等 都知道说像委内瑞拉啊 野门啊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 最早的时候其实中共已经在跟他们做一些军事上的支持 包括原来提到的是通信协议啊 然后其他的这个这个间谍的这种基地啊 军事基地等等 那如果说咱今天把倒戈到现在啊 这个给我们分享的这些爆料的这个信息 放在一起看的话 对内共产党在做人民武装部到私营企业到国企到银行 对外习近平又再要加快去出口这种军事设备 然后并且要动员这个中东的这些小弟 然后到北京去做这个访问 然后要拉拢这个在欧洲的这些盟友友好的这个国家 一方面去限制对中共的这种制裁 另外一方面去给这个给中共去做这个后勤保障或者说撑腰 那这样他对内对外其实都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战争的 或者是要动手的这种信号哎 道哥 对没错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讲更多的信息 让你更会有这种感觉 他已经在全方位的做了这个准备 看来今天今天的重点都不在PPT里面 都不在文字里面 所以大家好好好看这个今天的这个直播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些这个有一些是在美国 包括在欧洲 有一些跟这个中共的这个间谍的活动相关的 包括中共大使相关的一些这个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造出了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形态呢 就是感觉共产党走到哪里在人人喊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第一个呢是上周六的时候 中共的这个驻美大使谢峰 他去到美国的这个哈佛大学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关于有关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演讲 然后呢在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讲话三次都遭到台底下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抗议 那其中这个学生有说谢峰很无耻啊 中共国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 他们为什么要到哈佛大学来做演讲等等 那我看完这个视频呢 第一个这个最直观的感受是 打断谢峰演讲的学生 他们是非常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他一定是先前他们应该是有过商量的 因为他们并不是三个学生同时站起来去抗议 他们是一个接一个 第一个学生被带走了 然后谢峰又开始讲话 讲了不到一会儿会儿又有一个学生站起来 让这个给这个观众的这个感受呢 就是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就共产党的大使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一个在这个哈佛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最后大家也可以预测到 就这个三个学生最后被带出了这个学校的这个会场 所以但是这个是很有趣 因为这个中间一度谢峰是没有办法说话了 然后他的这个脸也很拉垮 这个表情非常不好 感觉这个感觉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terrible的一天 非常糟糕的一天 那我们往下看 在欧洲呢 有三个这个德国人 他们因为从事这个中共间谍 或者是说他们给国安部做特工这样的一个活动 而在这个德国被逮捕 那是在这个上周这个周一的这个时候 那德国的西部呢就逮捕了三个这个 被称是说被指控和怀疑 为这个中共国家安全部从事间谍活动的这个德国人 那这个新闻它有意思的地方呢 是之前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欧洲 他有一些人是他们被捕呢 他们是比方说是他是中国的移民 他嫁给了当地人 然后拿到了当地国的这个国籍 但是在这里呢 他们这个在德国被捕的这个三个人士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德国人 他不是来自于中共国的这个移民 那他们呢是被指控说 这个来获取德国当地的这个军事目的的一些创新的技术信息 然后并且给中共的这个国安去提供这信息 通过一家公司的这个雇员 所以三个相关的人士呢都被捕了 那从司法的角度上面来说 除了这个在欧洲的这个三个德国人被捕以外呢 上周在美国也是有两个司法上的这个案子 是和中共的相关的这个人士被捕有关的 那有一条呢是之前大家也都知道的 就是在波士顿的这个音乐学院 有一个中国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吴孝雷 那他呢因为在这个学校里面去威胁 然后包括去这个恐吓另外一个张贴 要宣传这个中国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那被最后呢 他是在2022年的12月14号的时候 他就被FBI逮捕了 然后今年1月25号的时候 陪审团裁定他网络跟踪和跨州传播威胁信息 两项罪名成立 那么他现在呢被量刑是要判处九个月的监禁 然后会被监督释放三年 然后被驱逐出境 不得返回美国 那这个学生当时的这个事件也是比较有比较轰动的 因为他当时对另外一个学生说 说我会向中国的有关部门去举报你 然后我会恐吓你等等 并且他有多嚣张呢 他在离开法庭的时候 他还曾经向外面的这个媒体记者述中指 但是呢在4月24号 他上庭 然后应该是差不多被判刑的时候 他又读了一份非常长的道歉声明 又说啊我会为我自己的这个行为承担责任等等 那他的这个例子 就是完美的诠释跟着共产党走向火葬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呢 美国的司法部在上周还有一个公告 就是说有两名的这个中国公民 因为涉嫌非法出口半导体的制造设备 他们在美国被捕了 然后这两个中国公民的名字 一个叫安森利44岁 另外一个叫凌晨64岁 他们是通过加州的一个公司制造机器 然后是用来加工这个微芯片的 然后提供给了这个中国的一些被制裁的这样的一些用户 那么他们是违反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际警机权力法 包括出口条例是在24号的时候被芝加哥在芝加哥被这个FBI逮捕的 所以这个倒戈着整个这个感觉 我们这个四个新闻包括德国包括美国 然后包括是中共的这个这个间谍他被捕 然后也有就是我们称这个吴孝雷为小粉红吧 他这个也是这个被被判要监禁 而且最后会被驱逐出美国 能够感受到这个西方对中共这种人人喊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已经有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那有一个呢是这个有一个这个新闻呢 也也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也没有看明白 所以和战友们一起来分享来讨论 就是有关于这个所罗门群岛的这个大选的这个结果 这个出炉 那所罗门群岛是在澳大利亚东北方和南太平洋岛国的这样的一个 岛屿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他们的这个总理过去是这个网上有很多争议 说他是非常非常亲中的 那这一次呢他还是获得了最多的这个议席 他领导的这个党派叫我们的党 他是获得了最多的议席 但是他没有达到这个单独组建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呢他现在还在跟他的反对党去做这个竞争 去争取组建这个政府 那我就想问岛哥 就是说感觉上这个所罗门群岛其实还是挺受中国美国 包括澳大利亚三个国家的关注的 因为之前这个路透社啊等等的也是有一些对这个东西 对这个新闻的一些报道 那我想问您的事情就是说 首先所罗门群岛对中共的重要性是什么 为什么网上这么多的这个热议说这个总理非常亲共 那如果他亲共的话一定是因为共产党在这个岛屿上 他有需要的东西 他有他想要拿下的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包括习对内也在战争动员 对外也在战争动员 所罗门群岛对全球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局势上面来说 他从地理位置上面来说 他对中共意味着什么 或者他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看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 好这个所罗门群岛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很战友们也很少关注 华来也很少关注 但实际上他对西方对中共的这个影响 或者是重要性是很大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群岛的地理位置 他是在太平洋那边 对他是相当于在这个第一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美日啊等等 这个第一岛链之外 所以说中共希望能在第一岛链之外 能有一个点去落脚 那当然他会他会他选择了很多 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讲这个这个有哪几个 那所罗门群岛第二个有特别的 大家如果记得跟台湾有关 所罗门群岛是中共用金钱外交把所罗门从台湾的邦交国给拉过来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想象这个所罗门群岛这个目前 为什么他亲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这个包括美国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就非常关注他这次大选 那这次大选如果说还是前总理上台的话 那么显然亲中的政治还会继续延续 但好在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大选的结果 尽管他得票最多 但是他不满足整个这个26票 因为他整个是50个席位 他只拿了这个20个我记得 所以他不满足整个这个26这个绝对控制 所以说他需要联合其他的这个小的这个派别 因为反对派实际上手上他也不足 也不足也需要拉这个独立派和这个小小小小小团体派 所以目前我相信他们还在这个内部就谈或者说拉拢 最后看会不会是他这个能连论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所罗门军动 我们也有一个这个体制内给我们的一个情报 跟大家去分享 是什么呢 是所罗门线论的总理 他给中共发了信息 给中共发了信息是什么呢 是他认为他能连论连选 但是极有可能所罗门会发生内乱 发生的因为之前有发生内乱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有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 那所以同时他又他又分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次内乱会袖手旁观 所以他希望中共能根据2022年签署的安全协议 出轮出装备帮他维稳 这个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情报 所以大家可以去 尤其是澳洲新西兰的战友可以多去分享 分享一下 这个因为所罗门过去实际上跟澳洲和新西兰关系 是非常近的 因为他距离上也很近 但这一次他在2022年 就是这个新的这个线论的总理 跟中共签署了一个安全协议 所以说他就会利用这个这一次的大选 让中共甚至出兵 到所罗门帮他去维稳 那所谓的他可能说说警察或者什么 那实际上就是驻军嘛 对 所以你就知道习跟他的这个计划是什么 因为他原先他就想在所罗门这边 能有一个落脚底 那刚好利用这个安全协议 然后可以顺理成章的 把这个中共的人可以送上去 中共的装备可以送上去 所以这个我们要要多分享 因为这个也是希望分享澳洲新西兰 这个政府和军情部 还有美国的军情部 让他们知道这回事 对 然后关于所罗门这一块 我们可以跟大家先讲一下 因为他这个结果还没出来 我们可以继续关注 他可能最近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这个大选会的尘埃落定下来 我们再继续去跟踪 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讲的 因为我刚才提到一个 所罗门跟中共有个安全协议 2022年签署的 对 那中共现在呢 还跟哪一个国家在搞这个事情呢 脑鲁 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今年的这个台湾大选的时候 这个脑鲁在大选结束以后 马上宣布跟台湾断交 然后跟中共建交 花了这个7.6亿美金是吧 从此让这个脑鲁人民过上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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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的生活 总共才一万多人嘛 一万一千多人 7.6亿美能分 人民币可以几十万分过去了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情报 就是脑鲁现在跟中共也在谈安全协议 或者说他们所说的这个叫警务合作 但是这里边的合作当中呢 所有的比如说这个培训啊 还有这个这个装备啊 这些费用全部由中共承担 你说这些钱哪里来 中共它本来就没钱 所以又是用了中共老百姓的 名指名高的钱 拿出来就做这些事情 送给这个这些太平洋小国 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国家 有可能的在联合国的支持 因为这些国家在联合国 它是有席位的嘛 支持 第二个就是当地的一些资源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它想在太平洋落脚 所以大家就了解 这么一个中共的这些策略 这个战略的这个跟大家去分享 一个是所罗门 大家关注他的 继续关注他的大权 第二个就是他目前跟老鲁 这个马上也要达成一个安全协议 那导哥这样听上来的话 其实很悲哀啊 就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爆料 因为像现在中共国国内的这种经济 很多的这个公务员 他们都没有工资 就很多老师啊 地方的这个国企啊 然后他们的这个公务员的工资 是发不出来的 然后政府甚至是不断的 再向当地的这个银行 继续去做借贷 他才能给公务员发工资 但是现在的话 像脑鲁也好 包括像这个所罗门群岛 他的新的一批驻军也好 军事设备的支持也好 这种钱就是从中国老百姓身上 拿下来的 所以就是等于是 这个国内的我们的这个真正的 这个中国同胞的这个 民不良心生活 然后所有的这个钱流到了 这个所谓的对中共来说 很重要的第一岛链以外的 这种国家的这个岛屿 这个身上 包括用重金去买这个 他和台湾的这个断交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听完这个感觉 我对我来说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我就脑子里就感觉到 国内是发不出工资的那个状态 但是在这里共产党还在大撒币 在往外往外去撒这个钱 那对您刚刚说说 这个所罗门群岛的总理 求着让中共要把中共的这个驻军 要派过去 那这是否就会意味着 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 第一岛链以外 中共就有了根据地 那这个对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灾难的 这个消息啊 其实不仅仅是对台湾 对澳洲新西兰 对美国也是一样的 他可以今天派一批警察 带着枪 带着这个炮 明天就可以开军舰过去 只要根据安全协议 他就可以过去 对吧 你可以去三个月 他也可以长期驻扎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 这个西方的 尤其是美国跟澳洲新西兰 这些西方国家要关注的点 因为中共现在对外扩张是非常明显 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 呃 行动已经在开展了 对 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 中共在这个海外的这个 这个挺进 对 好 那我们 接着往下看 那有一些这个 我们刚刚说到一些邪恶轴心果 包括中共跟俄罗斯之间的支持啊 然后我们之前也讲到 中共对朝鲜的这个访问跟支持 那我们看一下这周 邪恶轴心果上面的消息有什么 那第一个呢 是说这个路透社呢 他获得了一个卫星图像的这个显示 显示说中共 中共国正在给一个这个 受到美国制裁的一个俄罗斯的这个货船 提供这个停泊的这个地点 那这个货船 货船呢涉及到了朝鲜向俄罗斯去转让这个武器 那这个船只叫安加拉号 是据说是在2023年的8月以来 这个就把这个数千个这个装有朝鲜弹药的这个集装箱去运往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港口 然后从今年的二月份就一直停在浙江省东部的一家这个造船造船厂当中 而且这个路透社给的这个新闻呢 说这个公司已经在这个朝鲜的这个罗金港和俄罗斯港口呢 之间至少从去年的五月份 从2022年的五月份 一直到2023年的八月份 是经历了11次的这个交货跟这个交易 那这个就是让我感觉到这个整个邪恶轴心国的这个联合 包括中共作为这个幕后的这个推手 幕后的这个黑手一直在保障着这样的一个事情 让他去前进跟发声 包括最近看到这个战友没有在讨论说这个 因为俄罗斯被制裁嘛 他的很多的交易没有办法找到银行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中共国的这个很多的银行在做这样的一种帮助 跟这个事情是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 那回到刚刚导哥说的 说这个拜登总统在4月24号的时候 签署了这个总价值要超过 这个950亿美元的一个对外援助的这个法案 那统称为说一篮子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法案呢 会向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提供这个军事援助 并且呢这个法案同时还要求TikTok 也就是我们之前知道的 这个TikTok要离开这个字节跳动 而且是要求这个字节跳动要在一年以内完成跟TikTok的剥离 否则呢TikTok就会在美国被禁止上架 所以周寿姿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也是马不停蹄的就直接飞到了美国 那导哥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布林肯访华的时候也说 这个布林肯跟习见完面以后 他回来就去跟BBC做专访 然后他就说这个话 他说如果中国不作为 美国就会出手 那从这个时间线上面来看 其实拜登是先出手了 拜登是先在这个布林肯落地的当天 他就签了这样的一个法案 然后回来以后 然后布林肯说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话 说华盛顿一定会采取行动 尤其是在俄罗斯的这个中共跟俄罗斯的这个 支持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这个听上去还是一句比较强硬的话 包括一直悬而未竭的这个TikTok的这个法案 也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来自于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您觉得这个这一次是真正的会真高潮吗 还是这个这个这个硬着硬着又软了 我觉得这个法案的推 这个最后签署跟实施 用我看到的这个有一些学者 有一些政治家在分析 说这是这样子一个宣战 这个其实也不过 也不过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边你看当下正在发生的俄乌和 这个以色列以哈和以色列跟伊朗 那当然我们知道背后中共 直接就援助 因为你援助钱就等于支持嘛 对就等于参战了 只是这一次目前来说这个美国是用钱在参与 而不是人 就像议长说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可以支援他们金钱和武器 但是我不希望把孩子送送我去 那过去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几次这个二战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美国是没有参战的 但是美国在物资这一块 它是持续的在供应的 包括像这个欧洲战场和这个中国那个亚洲战场 是吧 那这个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个同样的把这些物资和资金 送到了俄乌战场和这个中东战场 所以说有一些学者的话 我都觉得不过分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对邪恶走进我的宣传 所以这个大家你说是不是真高潮 我觉得应该是要来一个高潮 对吧 所以大家这个为什么布林肯去了北京 是这样的一个待遇 因为这个法案已经签署了 已经尘埃落定了 已经不可挽回了 所以说大家好好的去研究看一下这个法案 这法案里面其实有很多内容值得大家去思考 比如说我们在实际的军援这一块 武器这一块的援助 第二个是他对整个战争呢 责任的追究 这一块他都涉及了 那你就更可以看到 整个美国对待目前邪恶轴心国的一些看法 定性和这个实际的参与度 甚至他已经考虑了战争的结束以后的责任追究 所以说大家可以就研究一下这个法案 所以我觉得这个北京的一系列的行动 这个布林肯在北京的遭遇 以及这个中东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 整个都是在这个法案签署过后发生了一系列的 快速的一些包括现在的中央这个峰会在北京 对我相信他们曾针对这个法案的这个实时未来的走向各方面他一定会去讨论 一定要去去去做出相应的这个应对 那大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当时在说这个巴尔地摩大桥 他坍塌的这个事情 然后您当时说呢70%很多的这个物资 他其实当时是美国政府要去援助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物资 从这个港口走 那看起来美国政府并没有受到这个港口坍塌的这个事件的影响 而停止或者说减缓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 从整个的这个法案包括拜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宣布 是很明显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势头是没有因为中共对他的打击也好 影响也好而改变 甚至可能说因为过去的这个事情让他的这个援助变得更加的坚决 或者是让他的这个声明变得更加的这个坚定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 对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大家看到可以看一下更大的这个范围 比如说这个整个伊朗对以色列的这个攻击 整个这个中东还有包括中共在背后持续的大力的这个支持 包括朝鲜啊这个俄罗斯 其实也处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促成了这个法案的签署和通过 你如果没有这次事情还不一定说非常那么快速的通过 所以说这个以色列这个乌克兰真的要感谢伊朗 关键时候发起了这个百弹袭击啊 百弹骑射就造成了这个整个目前的这个对以色列 对这个乌克兰以及对灭共的更这个整个好的形势的更提升一步 更进一步你从这个法案这个这一系列的内容以及中共的现在这个紧张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对 所以这个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共产党的处境并不好过 他虽然很热闹虽然看着习死皇很傲慢 对吧 就是对布林肯眼睛都不带正眼看两下的 但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那邪恶轴心的最后一条这个新闻也是我们当时在讲布林肯访华的时候跟大家说了 这个普京呢五月份会访华 所以这个习近平感觉他五月份的行程非常的紧凑 非常的这个充实 然后也可以说这个这个不知道他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种这种非常高强度的这种访问了 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看说这个刚刚讲了很多这个第一岛链啊 然后所有的这个对内对外的这个战争 五月份所有的这个访华也好 包括是习近平去访问欧洲也好 有一个核心的这个议题就是有关于台湾的这个问题 那等一下我先讲这个普京访华这一块其实我们还有一些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目前媒体上我们看到大家只是讲了说他五月份会访华 那我们呢咱们体制内的给的情报是目前定的是五月十五号准确日期 五月十五号 对这个普京会过来这个访问 那这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了有几个方面的信息 第一个就是普京来干什么 对 普京来他肯定不是去许寒问难 首先这个是普京这个新的一次大选过后第一次出国访问 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出访第一个国家就选的是中国 中国对跟习见面 那肯定想到这个俄乌战争的背景 以及俄罗斯现在的窘境是吧 这肯定是需要中共更大力的一个支持 那另外一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情报 大家可以去积极的就分享 因为这个我希望我们整个西方国家也关注到这一点 普京这一次去北京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求 中共协助推动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安全架构 它的架构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欧亚人主导欧亚问题 就普京去北京 要求中共推动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安全架构 那它的核心是欧亚人主导欧亚问题 让中共去让CCP去说服欧洲盟友支持这个俄的架构 所以这个是普京去北京访问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目的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欧亚人决定欧亚问题 也就是说你在欧亚这一块的你美国就别参与了 更别说这个澳洲新西兰什么日本这些你都别在这边 我们欧亚人自己去解决 所以说大家就了解第一个这么一个情报 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大家可能没关注 我们在这边要讲到一个中国的一个特使 俄罗斯的问题特使叫这个李辉 李辉目前这个在北京大面积大范围的去约见各国驻华大使 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服他们支持俄罗斯 对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到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小国家 不少的国家在支持他们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金庄国 这个上河组织的国家 然后包括一些非洲国家 还有这个欧亚的几个小国 对目前来说都是支持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个邪恶轴心国那么几个国家 但实际上他们背后还是有一些国家在支持他们 大家可以从俄欧战争发生以后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 不是站在美欧这一边的 是在这个俄罗斯中共这一边的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跟过去的二战的局势可不一样 过去的二战的时候 你德国意大利跟这个日本这么几个国家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边的 但这一次不一样 所以给大家就分享一下 这么两个就有关于普京 这个访问北京呢 他的这个目的当中有两个情报 一个是他来北京的推动 对一个时间 第二个就是推动他所谓的这个欧亚大陆安全架构 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 李辉目前正在北京约见这个各国大使 然后来说服这个支持俄罗斯 给俄罗斯说情 然后支持俄罗斯提出了这么一个架构的事 对 那表哥从时间上来看说 那习是5月6号到11号就会先 至少他会先访问一部分的欧洲 法国塞尔维亚绣扬力 然后15号他们会马上回来来见普京 对 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他和普京之间相互彼此的这个这个这个目的也好 其实是很明显的 要不然李辉不可能现在就已经在见这些各国的元首 所以相当于是从我来看相当于普京在5月15号他访华的时候 习是在跟他汇报部分工作结果了 已经不是说我来跟你谈 然后我确定我的议题是这个 而是我来跟你讲我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对吧然后可能习还会在5月15号以后继续去做其他的这个访问 所以这个让我们的感觉是说 他整个局势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而且很多这个很多东西我们拿到桌子上来看的时候呢 他的目的已经是他现在行动的一个结果了 也就是说他这个目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结果 而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事情 对没错你看这个你刚才说的非常对 对他先去欧洲几个国家尤其是支持他的这个塞尔维尔和匈牙利 如果得到他们俩的这个支持 那么这俄罗斯的这个提议就很容易得到更多的国家的支持 对那这个看上去势头非常不好 虽然说国际上非常人人喊打的这个中共 但是在他们这些邪恶的这个国家包括已经被拿下的这个国家里面 这种战争或者是彼此之间军事支持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变化的非常激烈非常快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一周台湾的一些情况 那过去的这样的一些时间呢也是有传出很多 包括台湾还在继续的有一些自然的这个灾害 包括地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有关于美国 包括会讲到这个台湾很快 5月20号是台湾的这个新任的这个总统赖清德的这个就职典礼 所以有很多东西值得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台下周呢会在台北举办一个新的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的这个谈判 那这一次呢据说是这个第二轮的这个谈判了 而且这个谈判会是一个闭门的这个会议 所以呢一些美国的这个官员当然他就也会这个去到这个台湾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这个让中共这个非常跳脚的一个新闻啊 是这个历史上呢这个最大规模的一个美日飞的这个联合的军演 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呢 他就看到这个美日飞的三国的这个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呢 他就非常的这个关切 他就是非常说这个中方坚决反对 而且觉得呢这个严重的这个表示这个严重的这个关切 觉得这个罔顾事实等等等等 那美日飞三国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 他写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中共国在南海和东海的活动是非常危险 并且具有这个侵略性的 那导哥那这个情况里面 这个美日飞的这个联合声明 包括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演习 然后再加上这个台湾的官员通过经济的这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 美国的官员通过经济这样的活动 他会抵达台湾 那看起来的这个样子 中共他会不会往后这个退缩一点呢 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些国家这个信号都很强硬 那另外一方面中共又会不会又变得更疯狂 因为最近这个军机骚扰台湾的这个事情 其实并没有停止 所以您觉得美日飞的这一次的最大规模的演习和联合声明 它会给共产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当然这也是这个美国或者美日飞等等这几个国家在这个南海这边 也是牵制中共的一个点吧 但是你说会不会阻碍中共呢 在这个尤其是台海对台的这一些方面 我觉得不会 因为习他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且习他认为他手上还是有很多牌可以去反制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在这个中东 他认为这个美国是有求于他的 所以说他是很强硬 在这一点上很强硬的 然后要求美日飞在这个南海问题上要浪布 当然同时也知道这个欧战场上面 他也是一个牵制力量 你看我们过去看 包括最近的布林肯去反华 曾经也提到了说这个希望中共在这个俄欧战场上 这个对停止这个冲突这一块起到作用 但实际上会不会去做肯定不会去做 因为习他的真正的剑子的目标是台湾 所以说他不会影响了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整个在对台湾的这个这个雄心壮志 对 那那那这样我们就一起 我们把最后这个赖清德最近公布的 这个新的台湾的这个国安团队名单 也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说习他不会改变他对台湾的这种态度 或者是说就像您说的 他手上有非常多的牌 他有很多的这个筹码 用来建制台湾或者用来攻台的话 那所有的这个世界上这个瞩目的 也就是说赖清德会带领一个怎么样新的 这样的一个内阁 去面对接下来中共对他的这个挑战 那有一份这个名单呢 是最近这个公布的 是和台湾未来的这个国安团队有关的 也受到了很多这个网上的这个网友的这个热议 那一方面呢 赖清德挑选的很多的这个 加入他新的这个国安团队的人 之前呢都是在蔡英文总统麾下的这些老将 比方说是原来的这个外交部的这个部长啊 然后还有这个现任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啊 然后原来国安局的这个局长 他都有留任到这个现在的这个职位 但是有一个还是有一点点受争议的 也就是说台湾历来是用这个军中的这个将领 去任这个国防部长这样的一个职位 但是现在是以原来的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 顾立雄先生他去做这样的一个接任 所以呢网上就有很多的这个传闻说 哎文官他能不能做这个这个五官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 那包括这个从台湾大选赖清德赢得 他的这个下一届的这个总统席位以后 中共对台湾的这种军机的骚扰是没有停止过的 而且达到了历史上比较大的一个历史上的 这样的一个规模跟平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 所以岛哥那距离520就职 其实是一个月不到的这个时间 那中共在这个就职典礼的这个期间 在等待要这个赖清德上任的这个期间 他会不会有一些更加疯狂的 对台湾的这种恐吓的这种措施 或者说这个习近平剑指台湾的 这样的一种军事上面的这种野心 会不会更加加剧会更加明显的 其实你刚才有讲的 你就像这个布林肯刚走了以后 马上这个中共就又派了军机去骚扰是吧 也就是说他跟之前没有任何变化 持续的在骚扰 持续的这个台湾在施压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有关台湾这一块 我们想给大家再传递几个方面的这个情报 从体制内的这个战友给我们传递的情报 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520 大家知道520很快了 然后新的政府团队要上任 然后目前这个习指示的这个中共 要围绕台湾的这个520 要调动各部门各层级的力量 对台的国际环境 就对台湾的国际环境 经贸科技军事打压和破坏 就针对520的这一次 然后对台对跟台湾交好的这些国家 要分类施策 就是对跟台湾有邦交国的这些地方 要不同的类别 然后不同的对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要打压报复和成绩 对这些邦交国 然后各领事馆要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 灵活处置 尤其这里面提掉了 对美国要软硬 坚持两手准备 对对美国软硬 两手准备 用好美国有求于中共的心态 刚才我们提到提到了 有求于中共的这个心态 提前示意重手 破就是迫使美国履行承诺 我们所谓的履行承诺 是履行他们所谓的这个九二公司 什么一中一台啊等等的 就迫使他履行这个承诺 同时对岛内的各派要拉打结合 就岛内你这个台湾岛内也有各派嘛 这个两党啊 甚至多党 各个多个党派 这些还有一些亲共的人 或者是反共的人 就是拉打结合 有些要拉 有些要打压 这叫拉打结合 同时呢 让支持民进党呢 要付出代价 所以在